歡迎來到這節的漫迷早晨節目 這節節目的題目繞揚了幾天 終於當事人說話 所以我會跟大家更新一下 跟進一下情況是怎樣的 首先今天要問大家的問題 有沒有人想收夫基做萬聯領隊 大家也說說你們的意見 早幾天我也很若略地說過我的意見 為何會說這個題目呢 先跟大家說一下 Fabricio Romano引述收夫基 在英格蘭有賽巴西和比利時的賽前記者招待會的一些說法 正如我所說 當事人終於開刊了 不說不覺 原來收夫基帶英格蘭國家隊已經是2016年開始 已經是 帶了差不多七年幾八年的時間 我17年做節目 即是我做節目之前已經是帶著英格蘭國家隊 原來在歷史上是第四場大英格蘭國家隊的領隊 所以這一點不容易 53歲的他一直都有傳聞 就說有機會在歐國盃之後 就會代替坦克成為萬聯領隊 他昨天怎麼說呢 他就說 我相信我已經回答過你們幾次了 每一次記者招待會都有回答 我現在的集中點或者焦點就是歐國盃 如果我們現在 英格蘭給我合約的話 每個人都會這樣說 為何英格蘭要跟你續約呢 你都未證明自己 說真的 他自己說的 不是我講的 雖然我也認同 因為他拿著這手牌 其實無論是世界杯也好 歐國杯也好 應該也 他成績也 說真的 問心說他成績本身已經算不錯了 但是問題是他這手牌 這手牌是否應該更進一步呢 這個他自己也有 我相信 有一個要求給自己 周富基繼續說 我當然不會說別人的事情 我也從來都不會 我已經在英格蘭國家隊的位置 八年了 我亦都不會 為了招呼大家 而說一些 你們想聽的事情 他說有兩件事 站在我的角度 我想說的 第一件事 我是英格蘭國家隊的領隊 我已經有一份工作 亦都嘗試 為我們獲得歐國盃的錦標 當然 我們現在有兩場重要的比賽 其實我不知有多重要 不過是有賽 第二件事 就是 就是作為萬聯 其實現在有一個領隊 在這裡 如果當你的球 是有領隊 在現在做的時候 從來 你說誰會代替他 或者一些 評估誰會代替他 都是一個不尊重的表現 原來修夫基你不說 我真的不知道 原來他是LMA的會長 就是什麼 Lead Managers Association 即是聯賽領隊協會 原來他是會長 所以說 修夫基說 我真的沒有時間 你這麼多無謂事情 以上就是修夫基 昨天所說的 我補充一些資料 為何無端的收夫基 會扯上萬聯的關係 第一 我們萬聯的領隊 永遠都會被人傳 說 坐不穩的位 說真的 費Sir也試過 我想大家都記得 如果資歷有上下的萬聯球迷 之後 他的接班人 無論是莫耶斯 雲哥爾 摩連奴 蘇斯一筹 或者現在的坦克 都經常被人說 你坐不穩 說真的 我們萬聯一向都是這樣 輸一兩場球 就說你坐不穩 一向都是這樣傳 而且老實說 全萬聯永遠有人看 無論你喜歡萬聯也看 不喜歡萬聯也看 所以全萬聯 暫時還是很有價值 這件事 我就引以為傲 我不知道大家怎麼看 所以全萬聯一向有 為什麼是收夫基呢 第一 他跟英格蘭出合約 真的 去到歐國盃之後 就未續 所以他會不會繼續做呢 當然就是看歐國盃成績 如果他真的這麼厲害 就是幫英格蘭拿走歐國盃 那肯定就是繼續續約 繼續做英格蘭領隊 這個也沒用之二 萬一他失敗了 但打得不是太差 他也要找路數 因為大家都知道 英格蘭也是很喜歡炒領隊 不過也沒想到收夫基做這麼多年 好了 那 為什麼 和萬聯有這段關係呢 正正因為 如果他真的沒有工作的時候 他和 暫時來說 都很大機會暫停 但還未是 我們的足球總監 Dan Ashworth 是很有關係的 因為我曾經介紹 Dan Ashworth 也介紹過 Dan Ashworth 其實在英格蘭國家隊的重建 是一個很重要的一環 他也很重要的人物 當然了 正如剛才所說 修夫基正正就是那段時間 開始接觸英格蘭 修夫基也是由於隊做上去的 大家不知道 記不記得 所以他和Dan Ashworth 真是很熟悉 亦都一起重建英格蘭國家隊 那會不會 現在就一起重建萬聯呢 兩人 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尖尖 大家留意一下 尖尖找的人 也挺屬於英格蘭的 Dan Ashworth 本身也是英格蘭 或者英倫三島的人 應該是英格蘭的 另外他找那些 之前全國那些 都是在英招做過 或者是英倫三島的 足球總監 或者什麼scouting 那些全部都是來的 所以 很多英國的媒體 就順理成章 就說 當然是找過英格蘭籍的國家隊 或者英倫三島的國家隊 的領隊 基於以上的幾個原因 修夫基 就傳到你 阿華里曼聯 但我之前也約了 講過我的意見 修夫基 和蘇斯特賈都很相似 其實他們踢球的時候 都很厲害 但又不是很出色 真的不是 但蘇斯特賈當然 暫用我的立場 比較厲害 因為他們踢曼聯 和我們拿到三冠王 最重要的勾聯 修夫基也算穩打穩集 其他國家隊的時候 英格蘭國家隊 也算是有些黃金時期 或者黃金時期的後期 這樣說 但做領隊 都是有些少少猶豫不決 而且 經常都是頗及球員的關係 做得不錯 但在戰術方面 又不是很見到他有什麼戰術 所以經常拿著一手好的牌 吃不出狐 這個是修夫基 修斯特賈都銷牌 真的不是太好的 老實講 但其實 他也有條件 可以吃狐 但吃不到 而且都是二拉名 修夫基最厲害 也會拿第二 修斯特賈1 在萬聯和英格蘭 所以你問我 我是真的不贊成修夫基 來做萬聯的領隊 因為我覺得現在的曼聯領需要一個很有戰術構思 或者執行戰術的一個領隊 因為如果尖尖所做的真的實行到的話 其實我們的打法上高 或者我們那套理念 就應該已經是由Den Asher這一班人去定了 也都會由這一班人去找一些對的球員來做 而 老實說 我想一些老派 像我年紀那麼大的球迷不喜歡我講這件事 但我也要講 就是說 所謂的領隊其實就是以前的 根本就是總教練 就是怎樣去執行 上高管理層 想構思做 那個戰術 所以呢 現在所謂的領隊就不是費Sir年代的領隊 因為費Sir真的是一腳踢 但現今的足球 已經沒有一個人有這樣的時間 也沒有這樣的能力去兼顧到那麼多東西 去做到一腳踢的工作 這個是現實 我不知道接受的率有多高 我想年輕的朋友會比較接受一些 因為他們 看球的時候已經是這樣 但我看球的時候 初初就不是這樣的 但我也明白到 時代是不斷進步的 那個分工是越來越仔細 所以呢 領隊 是重要的一環 但是它最重要就是 怎樣去令到球員 執行到大家想踢的戰術 當然啦 平時的訓練也很重要 因為剛剛我還看到 不少的朋友都始終覺得 為什麼我們球員受傷那麼多 醫療團隊固自然雜貌 但是坦克的訓練上是不是也有一個問題出現呢 這些說真的 正如我經常說 我是不是在卡利潤生活的 我沒有答案給大家 不過 我也會跟大家有同樣的質疑 但是 真的是很難做到一個 很準確的分析 究竟是誰的責任多些 但是肯定 兩部分都有責任的 OK 所以我也很清楚表達 我對這個收夫基 可以做聯絡隊的看法 亦希望 大家多多留言說說你們的看法 今次就到 多謝各位收看 拜拜 看到這裏 你like了條片沒有 還要記得留言 還有介紹給人看 大家和大巴叔叔一起加油 多謝大家 大家 再見 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